周末愉快 今天是5月16号 今天的开戏开讲里面回答一点 我之前的谈话的节目之中 有一些网友后来私下问的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我觉得最有趣 就是这位朋友其实讲话非常客气 就说当年对我们89年的时候的事情也很尊敬 虽然他那时候还没有出声 但是回过头来翻墙出来看了一些 这个有关89年的视频 觉得当时我们的努力是为了国家好 可是他说既然为了国家好 为什么你们这些民运人士 后来到了台湾之后都变成了台独 这是他问我的一个问题 很客气 也很真诚的提问 我想也很需要被真诚的回答的一个提问 首先我不是台独 我在我前两天所接受的张弗权人权研究中心的访谈之中 讲得很清楚 我是自由主义者 出于自由这个理念 凡是能够支持自由的 能够对自由有注意的事情 我都支持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而且我是反对民族主义者 我虽然是一个民族主义 我自己是个维吾尔人 我是个民族主义的受害者 但我一直觉得既然是民族主义的受害者 就恰恰不应该成为民族主义者 而变成是个民族主义批判者 那么刘晓波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 民族主义是担任独剑 其实包括爱国主义等等 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些说法 包括肖伯纳曾经讲过 爱国主义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就是因为你觉得你的国家 比起其他的国家都伟大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出生在这里 所谓爱国主义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其实真正我尊崇的是自由 是平等 为什么到了台湾都会变成台独分子 其实我们没有变成台独分子 我们只不过到了台湾以后 眼界打开发现说 台湾人追求独立是很合理的 台湾人追求独立这件事情 让台湾可以有更高度的自由 因此我们应该是支持的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可能是我要反问这个年轻的朋友 就是你觉得统一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 为什么统一真的这么神圣吗 首先我来讲 独立也没那么神圣 就我刚刚再讲了 我自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所以我反对一切以独立为最高的原则 所以我不是个台独分子 但统一一切以国家统一是最高标准 这句话 是共产党洗脑教育出来的一个结果 我们知道像在民主国家里边 有办过这个虽然不常见 但是也的确办过所谓独立的公投 像加拿大就曾经有魁北克人主张公投 也就是说这个公投是可以公民投票是可以发生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公民 大家自己决定说要不要脱离这个原来的这个国家 那这个国家不会反对 他会让你去 他不会禁止你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他会让你去做这个选择 他是个抉择 然后民族主义者就会说我们魁北克的伟大的独立的单一的文化 不同的文化应该跟加拿大区隔等等 同样的我们还知道有这个苏格兰也曾经做过类似的这样的行为 英国也没有禁止说你们可以公投 但是拜托你们留下来 有趣的是两次公投的结果呢 魁北克和这个苏格兰呢都没有成功 的原因其实恰恰在我看来就是因为加拿大和英国都是民主国家 加拿大魁北克人对于一定要脱离这个加拿大 苏格兰人对于一定要脱离大英帝国 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 基本上觉得在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感受我做英国人或者是我做苏格兰人 我做加拿大人还是我做魁北克人 感觉差别并不是那么大 但是对于台湾人来讲是我要做台湾人还是做中国人 这个差别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 中国是个霸道的国家 至少在全世界现在统一的感受都是这样 而台湾是一个亲切有礼 然后呢尊重他人 然后本国人本国人民在这个地方有自由 有尊严可以平等对待 可以对政府信任也可以发起对政府的不信任 马上台湾在6月6号即将举行对高雄市长 韩国瑜的这个信任不信任投票 很可能就会罢免成功出现台湾资质史上的这个 被罢免掉的这个高雄市长 那这件事情呢 在台湾人看来也是很寻常的一件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权利 所以统一不是那么神圣的事情 独立也不是那么神圣的事情 当然我在台湾如果说独立不是很神圣 可能会碰到一些很极端教义的台独分子的反对 也的确是我跟他们常常也有这样的辩论 但是如果问到我说 在今天支持不支持台湾独立 我的条件说实话是支持的 为什么 今天台湾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直接这个威胁 无论是军事威胁经济上的封锁等等 那作为一个维吾尔人 我们在1949年被吞并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 我们的人民更加苦难 我相信藏人也可以答处 会给您同样的这个答复 这个图伯人也会说 当初给跟这个有17条的协议啊等等 依靠这种欺骗的方法把西藏 当然不光是欺骗 还有军事上的侵略啊 这个让西藏 然后呢 用欺骗的方法 让西藏的高层接受了 北京共产党的这个说法 西藏并入了中国之后 西藏的所有的这些 当初答应的给西藏的所有这些条件 都没有达到实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怎么可能会支持台湾 接受北京来统一他呢 当然在台湾还有另外一种统派说 当然统不是他统我们 是我们去统一他们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或者说中华民国统一 这个收复匪区等等啊 这是一种老的言论 那这种统一我支持不支持呢 我也不反对 就像我讲的就是说 如果是以自由作为第一原则 民主作为最第一原则 你实行这样的一种统一 我当然可以接受 但问题是今天的比方说 国民党是不是主张用中华民国 去统一中国大陆呢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论调的话 那肯定跟北京政府就是冲突的嘛 就中华民国政府如果主张是 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由中华民国来统一全中国 那当然在北京看来这个就是一个 跟叛乱没有什么不同啊 但在中华民国的立场上来讲 说恢复中华民国的这个 用中华民国来统一全中国 等于也是说就像过去国民党所说的 中共是叛乱团体是共匪 那这样的冲突的结果 当然就不可能发生所谓和平统一啊 等等这样的一个发展进程 如果讲到和平统一 也就是中华民国 也就是台北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和北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和平做下来这个协议 来讨论将来走向和这个 统一的可能性 说实话我也不反对 因为那个时候要和平 作为一个前提嘛 我们刚刚讲了 既然是这个和平统一 就要和平作为前提 哪有说军事威胁之下 然后逼你来跟我谈判 这样叫做和平 这样叫和平统一呢 所以当和平统一 或者是中华民国 这个统一 这个收复 大陆这两个选项都不存在 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 台湾我不能接受 那我剩下什么选择 当然就是支持台湾独立了 那在今天台湾独立呢 也并不是一个明确的选项 因为台湾呢 是一个民主国家 台湾过去中华民国体制的时候 在戒严时代 一直到1987年戒严 在那个之前 中华民国是有一个明确的 国家统一纲领 当时威权的两奖政府 提出来的这个国家的论述呢 是就像我刚前面所讲的 中华民国终于一天要统一中国大陆 但解言之后 台湾走向了这个民主 走向民主有一个最大的特征 就是走向了在地化 什么意思呢 民主政府跟他的选民是绑在一起的 因为民就是无论是政党还是国会 他的产生都跟选民有直接的关系 总统选举也是现在只选 是两千三百多万人民来选出来的 所以呢 他的政府也必须对这个选民负责 这个政府必须要对这个选民负责 也就是说 现在台湾台北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 只能对两千三百万人负责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实际上从合法性上 已经不再具有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任何主张了 这个是合法性从法理的角度来讲 当然你也可以说法理上 中华民国宪法现在不是还是继续主张着 这个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 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吗 中国大陆地区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吗 那是因为你中国大陆不准台湾修宪 如果中国大陆允许台湾修宪的话 那这条宪法在台湾早就被修掉了 那过去呢 这个宪法里边的这个领土 中华民国宪法里边领土的这个论述呢 一句话就是中华民国的领土为既有领土 就是这四个字 说实话讲的也很不清楚 那台湾人也觉得说 既然要改这一条 把它明确界定下来是台澎金马 可能会引起中共的这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说 你这就是搞台独 或者是你这是搞两个中国 而提升这个军事冲突 或者是就是说侵略的可能性的话 那我们把它搁置 你中国不准用军事威胁的方法 不准台湾修宪 然后说 哎你看你的宪法也是统一的呀 那就不讲理嘛 这就是霸道嘛这样子 那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讲 就是说这个宪政的框架是怎么回事 那普通老百姓的感觉呢 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好了 假如中国和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 是在东北黑龙江那边 我们中华民国国军 是否会觉得我们有义务去保护我们的国土呢 一点都不会啊 那地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那同样台湾的这个呃呃国军呃以及国军这个士兵 弟兄国军的高层以及国军弟兄的父母家人也不会有任何人觉得我们应该派这个军队去保土这个守江去东黑龙江去这边去跟俄罗斯打仗 那不仅如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也会不准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不认为黑龙江如果跟俄罗斯发生这种军事冲突 你国军有任何发言的权利 在那边有任何行动的权利 听完讲这些就应该发现了 原来台湾独立这件事情是一个这么具体的 这么合理的一件事情 但在可是为什么好像过去有什么统独之争统独之争这个名词 对不起在我在台湾常常讲说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名词 这是台湾人发明的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名词 搞得十亿中国人以十多亿中国人以为在台湾有一部分人是支持统一一部分支持独立 台湾只有用中华民国的名义来维持独立呢 还是以台湾共和国的名义维持独立 这样的所谓统独之分 并没有真正的主张我应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区统一成为一个国家 或者说大陆地区了 我们不讲政权 就是真正在台湾认为台湾这个地理的这个岛屿和中国大陆这个广大的地区 应该合并成为一个国家的人 在今天台湾2300万人之中 我个人大胆估计不到两万三千人 算一算吧 那大概就是千分之一左右的一个比例 所以台湾没有统独之争的 台湾只有就是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名义独立 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 未来呢 那将来如果中国变成一个自由的开放的民主的这个中国 那在那个时候有没有统一的可能性水到渠成吗 这种事情尤其你已经是民主国家了你只能水到渠成了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先为了将来的可能发生的民主化的这个中国的民主化改变 现在先以不民主的方式用军事啊各方面紧紧拖住你台湾 这就不合理了 因为有一天到了中国成为民主化的时候 根据民主的原则 就像我们看到的加拿大英国会允许苏格兰会允许魁北克去公民投票一样 那个时候的民主的中国也一定会允许台湾进行公民投票决议他要不要独立 在那个时候我如果还持有现在手中持有的这张中华民国的身份证 台湾地区的这个身份证 我还有一票来决定我作为两千三百万人之中 我有一票可以来决定台湾要不要独立出中国 说实话那个时候才能决定 如果今天让我去设想的话我可能会说 台湾宝贵的自由民主发展的经验 如果能够借尽给中国 如果能够停留在一个共同体里边 带领作为一个在这个共同体里边 继续发挥一个更清晰的更明亮的灯塔效应 那我真的希望台湾还留在这个共同体里边 所以那个时候我可能会作为一个公民投票 作为一个反对分离这样的一个投票 那么这个话题现在说回来 那个时候会发生怎么样 我们必须要接受那个结果 我们不能够说到最后投票一定要 不能两千三百万人投票 我们要十几亿人一起投票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因为如果要是两千三百万人要 就可以投票决定 那你们要走掉了怎么办 换言之 说一定要十几人一起投票的这种说法 是不能接受那个结果吗 一定要这个结果按照自己想法 他才能接受 这叫什么公民选择呢 这怎么叫做尊重抉择呢 所以还有就是告诉大家 真正的这个公民自觉 这个主张独立 无论是魁北克还是苏格兰 都是苏格兰人和魁北克人投票 没有说全英国全加拿大人一起投票的 说要台湾要不要独立 要大家一起投票决定这件事情 这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说法 主要是因为不能接受 万一你们投票要独立了怎么办 所以这种说法呢 是很无赖的 不过呢 在这边讲一个有趣的笑话 就是陈生 我的这个好朋友啊 这个我也是得到他的授权 说开心你去讲 没问题 我们有一次出来喝酒聊天 说他说开心 他讲话就是这个调调 说如果两岸一起决定台湾要不要独立 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 加中国的十四亿人一起投票决定 台湾可不可以独立 我可以接受 他讲这句话 我愣了一下 我说我都不可以接受 这并不符合民主原则 旁边的台湾朋友说 我凭什么要是中国大陆的十四亿人 要决定我可不可以独立 那是我的权利 然后旁边在座也有中国的朋友说 哈 那你完蛋了 如果要是这个大陆十四人也跟着一起投票 那你肯定独立不了嘛 陈生这时候就说了一句 那里面十四亿人要有投票权才行 当然这句话我觉得是陈生又狠狠吃了中国的豆腐一下 就说你不要一天到晚讲统一啊统一 然后说十四亿人一起投票 你先要有投票权嘛 我们连投票权都没有 实质意义的投票权都没有 否则就是共产党给我们圈出来的说 我们共产党提名这些人大代表 这三个人我们要选三个人请你投票 那不算真正的投票 我们中国是实际 这个七十年来是没有过实质意义的投票权的 老百姓是对于谁执政 谁来当领导人 谁来当这个国家主席 谁来当省长 我们是从来没有任何的决定权的 大概只有小学的时候 如果记得没错小学的时候来选班长 都是由班主任先指定而已 所以我在前两天接受这个 东吴大学张福权人权研究中心的访谈的时候 提到我在高中的时候 当时也就是八十年代 八五八六年那个时候呢 在乌鲁木齐市的第八中学这个学校呢 曾经搞过一个轰轰烈烈的自由选举 在全校这个不到一千人的学生之中 曾经也真的搞过学校提名 团委提名的人和学生自己推荐的人 实行激烈的开放式的选举 结果这个选举到最后的结果 我们大概以95%以上的这个得票率呢 这个当选了 击败了由学校和团委提名的学生会主席的 这个提名人这样一个经历 所以让我想到八十年代的精彩 有点差题回到台独这个话题 回到投票权这个话题 如果来到台湾居住一段时间以后 就会发现充分的理解台湾人不愿意跟霸道的 欺凌的这个以军事威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 情感上难以接受 有人说这个血浓于水啊 什么数点忘足等等这些名词 说实话这些名词呢 留在国内的人有这样的想法 我充分理解 从来都是被这样教育长大的 但是离开中国之后 我们应该了解到 其实真正人的价值 要比那个国家的价值 作为那个国民的价值 作为一个个人的价值 比作为一个国民的价值要来的要优先 我们过去被教导说 没有国家哪有大家 没有大家哪有小家 没有小家哪有个人 这是应该要完全反过来的 没有个人哪有小家 没有小家哪有大家 没有大家 怎么会有国家 如果要是老是要用国家来凌驾于个人之上 而那个国家是由你们说了算 那当然就没有大家 没有小家也没有个人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对于自由 对于民主的理解的价值 一旦理解了之后呢 你就会放弃原来的那种大国情怀 说一定这个看着那个地图 这只大雄公鸡 统一 多么了不起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 那个国土面积是大公鸡 中华民国 早先的中华民国 还是秋海谈 还包括外蒙古 那其实谁更伟大 谁不伟大 难道因为缺少了那块外蒙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变得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的话 是不是就是一个数点忘足的国家呢 统独这个话题 我相信在开启开讲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还会长期的讨论下去 也欢迎大家用持平理性的这种态度来参与 然后任何的这种说到这个话题就很激昂的人 你就去激昂吧 你要你现在就去直接统一台湾吧 也别着急 因为老是要不然你就等着嘛 等着中南海发出命令来武装统一台湾 但是呢可以做出这个决定的人 我估计在全中国不会超过五个人 那你这些激昂的在脸书在推特上发言说 我们要统一了你们的这些人 肯定轮不到你来做这个决定 而且我也再给你们透露一下 那五六个人现在忙着上下骑手掠夺中国的财富 没空帮你实现伟大的这个武装统一台湾这样的一个梦想 所以如果这个命令迟迟下不来 你在这边憋着 只用键盘来武装统一 不能满足你的宏大的这个铁血梦想的话 别憋坏了 然后有什么意见 欢迎大家在这个下面发表留言 我会尽量的回答 只要你是理性客观 我都会很愿意跟你讨论 那这个话题将来还会继续进行下去 谢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来这个 别忘了来这个订阅一下开戏开讲这样的一个节目 然后能够让我给我一些鼓励 让我能够在这边常常跟你们做这样的互动 谢谢大家 周末愉快